叫你懶,叫你手,叫你懶 叫你不要那麼進取 到緊情就避免見面 你叫人不如去冬眠 其實這一年你整體都是收皮 大家好,歡迎收看耳朵大哥仔 歡迎收看耳朵大哥仔 喂,小萊姆 對了,看到阿士已經坐在這個嘉賓特等席 是嗎?是嗎? 是嗎? 我眼都不坐在左邊 在我的左邊 我坐在這裡 已經坐在這個嘉賓特等席 很陰 終於被你喝到 我整天已經避開了 我要和大家出街上穿這件衣服 買一齊不同的顏色 好,那今天是做什麼呢? 新年,新年了 恭喜發財 大家帶來,找多點找多點 大家看到我,先塞住她的頭 對了,遮住她的姓 你塞到黑線,自己穿到眼睛 那我們就看這本運程書 這本運程書就是2018年 去講2019年的運程 這裡是秋後算帳 哦? 哦? 對了 哪一個風水的佬 好像很... 風水的佬 哪一位風水先生或小姐 他批錯我,我現在就揍死他了 哈哈哈 你沒禮貌過,我相信 對不起 那首先就是 很辛苦 我還是現在才知道 原來每一年的運程書 到年尾,書商都會收一本書 所以我去到書局,我打算買去年的東西 他就會改了封面,寫著2020 舊的全部都收了,這個很好 那就是IG,我之前在Story裡面 有求過大家有沒有去年的運程書 我也有看過那個Story 對,你是不是心想你幹什麼? 對啊,我心想這麼奇怪 是不是一去聖誕交換禮物 一個叫Banana的觀眾 就很好人給我 而且是免費的 FancyFancyFancy 蘇先生啊,他就是 對,他就是蘇先生 那到底蘇先生說過一種 你知道嗎? 我們剛才吃飯的時候,我很害怕啊 阿財 他說,蛤? 不是真的批評他嗎? 他知道嗎?他改你的名字 沒關係,他不認識那些毛毒的 幫人看命而已 這個純粹真的有那句說那句 純粹就是實測 你有什麼大事回顧嗎? 真的嗎? 我只有一兩單而已 第二呢? 不要記住,第二呢? 最重要的就是一單 就是我在上年的錄園 嗯 分手 對了,若然他沒有說到差不多的說話 那我就知道 不准 不准了 OKOK 你是屬什麼? 我是屬馬的 若然大家都屬馬的,你們都聽一下 可以看你准不准 OK的 那就是漢明人來的 因為他說 出於西曆8月8日之後 3月6日前 我10月12日 那我就是漢明人 我們也有漢明人 然後就... 我也有對一對過 那算一下分手的日期 大概是屬於農曆的 5月6月位 我只是看一看intro 首先就是漢明人 今年開始水旺進氣 而去年火旺的氣最多只能延續到金春 我真不明白什麼的 而夏天為火旺之月 我每次看這個字 最樂觀都只能維持到運程不減弱 但入抽之後 金水 金水 開始進氣 運氣的下降是必然 而這個水旺之年會一直延續至2022年抽 好,顧這幾年下來,試試要以守維線 不要輕言喘變 哦,即是不要那麼進取啦 過得活就好啦 這就是屬馬的韓名人在2019年 他的小小的intro 然後我馬上飛去五月到九一集 本月為超馬的犯太歲月 原來犯太歲不是成年犯的嗎? 犯太歲可以是捐月計 我真的現在才知道 每年到這個月你都容易出現情緒不穩 我情緒一向都不穩 每年都不穩 對,我對我幾時都不穩 為本年超馬的你 是暗合年,已有歸人暗中輔助 輔助是甚麼? 農曆五月六月期間 六月期間好像... 有甚麼是輔助 對 加上並沒有是非星 故本月就不會因為外來的事件 而令自己情緒不穩 對 我一向情緒不穩是發自我自己的 等一下 我說本月不會因為 那他錯了 抽死他 抽死他 我怕他改了我的命 然後就 如果覺得沉悶就相約朋友出外 聊天就好了 即是不要播火了 只是聊天就好了 對 即是no step war 如果不是找朋友聊天 因為我沉悶你覺得我會去哪裡呢? 大家明白了 大家不明白了 由本月為超馬的財運月 財運是不錯的 錯的 你窮得窮 我窮得窮 顧禁不要被蛇眉的負面情緒影響到你的財運 我的負面情緒是影響不到我的財運的 因為我就算正面也是沒有財運的 即是也可以吃到甜筒 感情 來了 上月是本年的雙沖月 本月就是超馬的雙型月 感情都來得不太穩定 中 嘩 雖然本年的犯太歲月情緒問題不太嚴重 但是本月彼此的都是少一點碰面為佳 你就是經常碰面 對 口角 計算是怎樣 分手 分手 這樣可以避免見面時鬧不發而影響雙方關係 其實這一句我覺得任何人任何時候都適合我 都是 我經常都覺得那些算命書就是 持續保持禮貌的為人際關係會變好我 多喝水身體會變健康 我覺得這個 這個容不容 但他這樣竟然可以一說到我不太穩定 好像挺堅 我們聽完六月的感情 六月 因為你還是有點跨越的 對 跨越 一去到六月的感情 上兩個月風波終於過去了 因為分手了 本月是肖馬的雙合月 藉此月好好地修補雙方的關係吧 可以打了吧 雖然本月並沒有特別假期 但如果時間許可 也可以跟對方外遊一下 順手增進一下 不解 不能外遊 我想這個就是因了解而分開 對 的確是真的 到最後 接著就到了年尾 年尾是甚麼大事 年尾大事其實很簡單 我開始置業 那些是否叫置業 置業 置業 我頭小到公仔機 置業 置業 你知道甚麼是置業 置業是甚麼 好厲害 我也是 說多了 我也是 並沒有這麼誇張 大家 純粹是說了 他沒有跟我說了嗎? 我作為最朋友的朋友都不知道 是置業 我現在才知道置業 原來是趕上樓 我已經學了 是呀 糟糕了 我想看看 剛剛可以租這個公仔機的時候 事業起飛? 事業就 說真的一開波不錯 就是這個馬雀台 那時候是踏正農曆的六月 屬馬幾人的財運 看看他怎麼說 先說我未看 先說一說 那時候是不錯的 一個月大概可以賺到2000元左右 2000元左右 有錢賺一下 算是這樣 財運 財運忌通 所為手順 手順 這麼厲害? 雖然跟上個月一樣 都是超馬的財運運 但情況就大大不同 本月即使努力 積極一點 都不怕因為這樣而得罪了別人 就借此人員 要好的一個月 盡力爭取成績就好了 他講完整句之後 我只明白他的手順 每個字都明白 但是放在一起 對啦 不知想怎樣說 都對的 就是他告訴你 不怕博一點 就是不要怕得罪人 對 就是可以嚇壞一點 所以你 可以嚇壞一點 啊 我那時候如果看了這本就好了 馬上就 一拆他 打爆他 好 事業 百事有情人意好 一天無礙月光明 將個月怕因犯太歲 容易得罪別人的壞影響已經消除了 本月是超馬的雙俠 越人緣運明顯得到改善 加上本年超馬的容易有貴人 暗中助理一把 也有得力的貴人 雙輔助 所以本月可以努力爭取 然後再加上一層 哇 這個真厲害 因為我一開完麻將台之後 你又開始打麻將了 是真的有一位客人 是很瘋狂的 就 補了他的機 對 我本身是 因為我遲了起步 整個事業的那個月 我都沒有擺到機 那本身的工作很擔心 但是因為有一位客人 就過了來 那他一天就真的 補行了我的機 那我已經交了我的質疑解決了 好了 然後到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我虧了那一刻 跟大家說一下 那個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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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紙台 那個切紙台 大家一看到 就已經在說 會送AirPods 2 但是我設定完台之後 那條影片大概隔了一個星期 大概隔了 那為什麼在這條影片 會是寫AirPods 2 那個原因就是 因為已經被人中了兩部Speech 大家沒有來玩 就浪費了 對 要不然就是EG聖誕老了 我那時候真的聖誕老了 我真的聖誕老了 所以跟著那台 就沒有再經營他了 對 然後我就淡出了這個劇工仔的行業 你用淡出用得非常好 其實都算是要收我的影片 那我真的因為我要剪片 一個星期出兩條影片 那其實真的有時候 就很少會打理一下公仔機那邊的 對 那我見有打理公仔機的人 對 都可以收下 所以 純粹我個人問題 但是都是時途可惡的 農曆十月 就是在Switch出了之後 應該要止蝕 應該要收 我應該要 應該要出一次止蝕 對 嘩 我本來想編他 但是他有說得很準 尤其是這句 財運有明顯增長的機會自然不大 我現在感覺到人機不大 其實這句 我想任何人看都有感覺 是嗎 大家都下頭 沒有一個人 他得自己這個 財運增長的機會大 這個是屬於general的一些 就是這些書是不適合李嘉誠去看的 你怎麼會心裡想 不是的 也要說 根本只是升了16% 啊 不大 不大 他又只能賺幾千個 哎呀 幾千個 哎呀 不大 不大 你適合你適合 事業我又不聽他說了 可懶則懶 不是喔 大家都覺得你是很乖 這個筋竹 很懶得懶 本月在事業上 就先不要積極好料 因為本月 本年氣氛最差的一個月 就埋手自己的工作 其實都不用太努力爭取 做好眼前的工作就可以了 其他的一切 過完這句之後就想了 嗯 真的叫你也不用這麼做 我覺得好 這本書其實很 positive 就是叫你懶 叫你懶 叫你手 叫你不要盡趣 到等情人就避免見面 不如你冬眠 其實這一年 你整體都是三個皮 到你你有沒有什麼想殘閱一下 嗯 縮牛 對 看什麼人 成年你加油 今年開始火頭三年都是帶水年 要火技水的你 本年開始要好好地退手 我猜要退手 雖然今年是超牛的財運年 但運氣始終都不是上升軌跡 故今年只能盡力而為不宜過於進取 新投資的減價設計 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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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 身體 是 好 好 來了 去年形態稅的影響中弱過去 即使在假期時偶爾放中一後為口 身體都不會發生異議 雖然一般在農曆三、六、九、十二月 你的腸胃都會融入那麼不適合 為這個農曆三月就是正常的 他純粹說我不肚子餓而已 對 我一向都不肚子餓 你不知道怎麼說他好 很特別地說這一點 對 我只是說你不肚子餓 我們都可以出一半 你不會腳趾痛的 你根本不會爆甲 對 你根本要打球每多月打 神經病 這個不一般 沒什麼要說 9月 事業 大轉變 可以說 那我就跟我前經理人公司解約 應該也有大事 他有沒有提到的 這個很大的 平命 熱命人 來到這個月應該可以繼續大力爭取 不好意思 笑中你 不好意思 因秋季開始下來的這三年 運氣將會一漸強盛 財運事業都呈上升之勢 相反秋冬天出生的寒命人 而放慢一下腳步 即使眼前有好機會 都要三思三思 因啊 三思三思 因往後的結果 不一定如你眼前所見的 哈哈哈哈 真的整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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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要分析那件事 好像 怎樣把這個說話套進去 套不下去 但也很瘋的一件事 他是真的說這個平命熱命的人 是 爸爸聲 那時候 是 轉了公司 不是爸爸聲 那時候 是韓命人 韓命人就是放下腳步 放下腳步 蘇先生 不知道為什麼 暫時 都很喜歡叫我們休息一下 對 不停地休息一下 不停地休息一下 所以 總括來說 援一九 所有韓人 睡覺 鬆眠 好 差不多就是這樣 怎麼看 Overall 蘇先生的 援一九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有某些位置 是OK中的 例如這個 見面容易產生這個 摩擦 摩擦 第二 影響關係 真的影響了 對 所以 我覺得還OK的 沒有啊 沒有什麼 怎麼看 完全 完全 完全拆過 我認為大事都沒有說 OK 好 那我就是想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 只是我的熱身 我接下來已經買好了 2020年了 我2020年就跟大家做過數 足為先生小姐 是嗎 買了這麼多個人 看看誰最重 幫你們做個實驗 實差 我怕他們會不會亂買 整個Avengers對付我 對呀 開個壇 即是中間有這個肖像 然後就在那裡 你想一下 還要全部都有名人士 對呀 李先生 蘇先生 麥小姐 小心點 我考慮一下 還拍不拍這個 不關我的事 澄清一下 其實我覺得都準的 喂 準的 我剛才也有說準的 準的 所以蘇先生不會怪我 因為 OK的 我下年會繼續買 之後都會繼續支持 好 訂閱VG大哥仔 子萊姆 逢星期一 星期四出片 我下 我 然後就分享影片出去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好啦 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問 為什麼會分手 為什麼分手 那些 我在這裡跟大家說 我們其實是和平的分手 也是大家了解之後 最後就得出了決定 同時他依然很努力地做事 請大家以後多多支持他 拜拜